脊椎压迫案例 她说刚好来这里玩 然后就听了我一个小时 她刚好求医无门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所以冲进来问 台湾20天前我突然间脚麻 躺在船上是不会怎么样 做得还好 我一下床就跟她 整个脚血血气不通 可是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我核实工程照了几十五天 中医针就吃中药 西医吃中药 挺有消炎的 我已经差不多吃二十五天了 既然来了 她也有所贡献 我稍微帮她处理一下 现在麻这里吃完 好 哦 哦 我一枪就中腰胎了 一下去我就知道这里一定很痛 很痛对不对 好 冷一下 好 我轻一点 这样可以承受吗 好 我先轻 哦 这里也痛 好 痛 好 这就是她的无理所在 所以跟这里跟腰椎有没有关系 没有 没有 我帮你输啊 不能让患者痛太久哈 这是我的原则 可以下来看看 看看那个腿还麻烦吗 嗯 真的好很痛 真的 可是很痛 东西看得太多 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 医生的朋友 各说各话 我真的就这样 她的冠军把她告诉你 补科 主任 包括院长什么 她是要 也是公正啊 要开到 我不想开 啊这好像现在没麻 只是说我 今天我管她的 我就冲上她的手 找对的再讲啊 好像面子是另外一回事 哎 真的不麻了 真的啊 现在我 我也是发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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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